您还有问题吗 就是我们飞船返回的时候 会经历一个黑障区 其实当时跟地面 是取得不了任何联系的 我想问您当时 在那个时间段都在想些什么 或者有没有跟旁边的人说些什么 黑障区跟外面是联系不上的 这个时候呢 外面的声音还是挺大的 就是能听到呜呜的 就是这种摩擦的声音 而且通过飞船的悬窗 也能看到外面的火苗 我们之间也交流了 现在我们正在水深火热之中 但那时候舱内温度是不是也很高 舱内温度比前面要高 在进入黑障区之前 我们舱要有一个热空的预冷 就是提前把温度先降下来 就是防止舱内的温度太高 那个时候承受的压力 是不是也很大 可能有四个季左右吧 哇 他们太厉害了 四个季还能说话 小于六个季正常交流 问题不大 到八个季可能是飞尽一点 所以三个季的时候 你们还能唱海阔天空呢 对吧 哇 太厉害了 所以那时候你们相互之间可以交流 火苗子都在窗外面飞 心里会有紧张吗 没有 规力都在耳朵听的声音上面 还有就是视觉的看那个火呀 还有中间的对一些仪表数据的观察 至于其他的没有过头地去想 这就是中国航天员 对咱们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底气和信心 不需要去想 只需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一切都会顺利 太棒了 谢谢 谢谢 谢谢你